20世紀是中國是一個苦難的國家 先是外販不斷 而後50年來又因意識形態的不同 造成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 激烈了同胞手之間的對立與仇恨 鄧輝一向主張在邁進21世紀的前夕 海峽雙彎都應致力結束 歷史的悲劇開創中國人幫中國人心計 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 有的是這是制度生活方式之爭 在這裡我們根本沒有必要 也不可能採行所謂台獨的路線 四十多年來 海峽兩岸因為歷史因素而各海分治 乃是四十 但是海峽雙彎都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 也是四十 海峽兩岸都應該正式處理 結束得對狀態這項重大問題 以便為追求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 做出關鍵性的貢獻 鄧輝深信在21世紀 中國人並能完成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 為世界和平與發展 上進更大的心理 最後慶祝中華民國國運長榮 各位貴賓 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